圣灵恩高的重要性和運作 其實我們去到服侍的時候 看到聖靈很快的工作 很快的人去更新改變 其實我們當中也有很多人 是經歷聖靈的工作 我們這裡有幾多人 是經歷過聖靈的感動、安慰、釋放、醫治 激勵、更新等等請你舉手 我們看到其實每一個人 都會經歷過聖靈的工作 以後我們才能夠更新 而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帶著聖靈的能力祝福人 我們一起說 我們帶著聖靈的能力祝福人 聖靈恩高的重要性 首先我們要知道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不是人作出來的 是神的心意 在《士林主》第二章十七節 那裡是神說、神話 在末後的日子 我將我靈梟灌煩有血 是祂的心意 而那個經文是應驗什麼呢? 就是祂們個個都被聖靈充滿 說起別國的話 然後帶著神職歧視 帶著醫治的能力 這就是聖經所說的聖靈充滿 僑管不是只有聖靈 是帶著異能性的恩賜 我們以前也曾經說過 就是聖靈的工作 包括不是異能性的工作 信耶穌也是神職來的 不過通常是異能性 就是說到醫治 行異能 通常是說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分開它 信主也是神職 但有其他神異能性的工作 包括什麼呢? 這裏說的就是異象異目 有些人說 不知道我有沒有份呢? 這裏說到 你們的兒女要說語言 少年人見異象 老年人作異目 包括什麼年齡 什麼年齡都包括 還有跟著說 我要將我靈僑 灌我的仆人和侍慮 誰給他使用的? 他們就要說語言 神呢 他的心意是所有人 都能夠見異象 作異目 說語言 也都在馬可番十六章 說到是神職 信的人哪有神職 除了他們 這個是神的心意 而真是會看到人 得以治安慰 目的不是神職 目的是他透過神職認識神 跟著跟從神 信靠神 生命改變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而我們不只叫人信耶穌 是委身給耶穌 讓神去改變他 看得到聖靈的真實工作 亦可以祝福別人 這個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試鑽了二章應驗 就是五巡節 初期教會的時候 但一直知道什麼時候呢? 在二十節那裏說到 一起讀一下 一頭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血 者都在主大而明顯 日子未到以前 直至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日頭變黑 月亮變血 在主大而明顯 就是世界末日的時候 之前會發生的事 即是說從初期教會 一直到世紀末日 神的心意都是所有人 被聖靈充滿的 還有在末期要興起聖靈充滿的精兵 在末期也要說到 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被道已先 聖經是說到 即是說在末後的日子的時候 如果大家看啟舌路 你看到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時侯 是很多迫伯的時候 但是聖靈充滿的人 就會有神跡歧視 大家會看到兩個見證人 他會有很多的神跡歧視 也都看到魔鬼的那些假的神跡 但是基督徒的神跡 是會看到人的生命改變 看到人的生命祝福的 那這一種的神跡 在末後的日子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魔鬼到時 都會有很多假的神跡出現的 所以基督徒要興起來 神要興起大隊的軍隊 我的目的是 你們都在聖靈中運作 然後我們去祝福別人 那有些人可能第一個問題 怎知是聖靈 不知道是不是邪靈呢 第一我們奉耶穌名祈禱 我們靠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信靠耶穌信靠聖經 那沒有理由這樣祈禱 會離得邪靈的 是吧 第二就看果子 那些人真的會更加愛主 又得釋放 得醫治 生命更生 又更加全心愛神 所以這個就是 一定是聖靈工作 不是邪靈 那有些人就說 我們不是這樣祈禱 你們那些敬拜 真的好像很疼狂 很瘋狂 好像有些過了份 有些人就覺得是這樣 但其實聖經裡面 大衛都是這樣跳舞的 在這個約會面前這樣跳舞 都是這樣敬拜神的 都是用各樣的樂器的 所以其實 聖經裡面的敬拜是投入的 在薩姆爾那些先知無辜 他們一直敬拜 賺美很長的時間 即是很投入的 所以其實 傳統的敬拜模式 其實不是聖經的模式 聖經的模式是用各樣的樂器 是非常之投入 非常之釋放的 當然聖經裡面也有平靜的敬拜 不過不只是平靜的敬拜 如果皇帝的圖畫 如果皇帝的聖子道 那怎樣 每個人都立即跪下 皇帝的聖子道 一定每個人都要踢 不踢 那怎樣 斬頭 因為聖子跟皇帝說話一樣 那神說了祂的聖子是甚麼呢 就是祂將祂的靈囂灌 煩有血氣 但是很多人就抗拒這件事 其實我很想跟所有的教會溝通 關於聖靈工作 是真是 我們所教的 又是合乎聖經 又是聖經拿出來的 而我們祈禱又是 呼求 聖乎聖之聖靈 又是跟從耶穌 又是悔改認罪 那沒理由是邪靈的 那那些工作 即是聖靈的工作 在哪裏呢 即是怎麼會是邪靈呢 如果不是邪靈的時候 就是聖靈 耶穌也說 那些人說祂是靠鬼王 趕鬼 耶穌也說 祂說如果有個國 自己相爭 這個國一定會敗壞 但如果我們靠神的靈 趕鬼 就是神的國度降流 所以如果我們 是靠神的靈 趕鬼的話 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是神的國度 不是人的 不是魔鬼的 所以神的子 我們不能夠抗拒 好了 沒有聖靈充滿行不行呢 剛才經文已經說了 神的心意是我們充滿的 文素記十一章二十九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惟月夜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 怨夜華把貪的靈降在貪民身上 這裏是講到 摩西 因為若書雅 有些疾度有兩個人 原因是 神選了七十個人 七十個長老 可以跟摩西一起分擔工作 神就說要將他的靈降在 即是摩西身上的靈 分刺給七十個長老 但有六十八個 離了兩個人就沒有來 為甚麼沒有來 聖經沒有說 他們兩個自己在會莫 自己在那裏受感說話 若書雅就告他們了 就告訴摩西 摩西就說 你為你的緣故 即是你去疾度他們 接著就說 其實神是想將他的靈降 在所有的百姓身上 為願 又說百姓都受感說話 不只是那七十個長老 是個個都受感說話 是神的心願 《二十八所書》也說到 那要被聖靈充滿 有人說 被聖靈充滿是被動色的 所以你不能夠做任何事 這個說法是有些問題的 譬如聖經說到我們得救 You will be saved 都是被動色的 你信主就必得救 是被動色的 是否代表我們甚麼都不做呢 不是的 一樣是悔改信主 然後 You will be saved 你就會得救了 同樣聖靈充滿 都是我們親近神 也有聖靈充滿我們 這個關係不是單方面的 所以它是被動色 不代表人不能選擇 而是 其實神想充滿所有人 這個說了 不過是哪個愚意 哪個親近神 他就會被聖靈充滿 好了 接下來我就會給大家看到 其實這裡不是傳播 是聖靈裡面一些例子 讓我們看到 神用的人 很多都是聖靈充滿的 第一 連造聖靈物件的被殺戀 都要被聖靈充滿 聖靈及其31章3節 一起讀 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他 使他有智慧 有聖靈 有知識 能做各人的功 OK 行了 下面那些都是說到 他做各人的功 這裡說到 就是做那些聖靈物件的人 都要我的靈充滿他 即是在神的心意 做甚麼都要有聖靈充滿的 接著在文素記 剛剛我講的經文 就是講到70個獎勞 文素記11章16節 那70個獎勞 那你要怎樣呢 第17節一起讀 我要在那裡降臨 與你雪橫 也要把降於你身上的靈 分次他們 他們就和你同當者管百姓的重任 便得你獨自擔當 他管這個百姓的重任 當然有淑靈 也都是有 即好像審判官 要分辨某些事情 他們有甚麼事情要去分辨 做這些工作 即是做法官 即是做管理很多事情 都要有神的靈在他身上 給我們看得到 就是管理的工作 都需要有聖靈的工作 新明記34章9節 講到約書雅一切同 亂的兒子約書雅 因為摩西曾按守在他頭上 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以色列人便聽從他 照著耶和諾吩咐摩西的杏料 摩西按走在他頭上 他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然後他就差遣他 去帶領以色列人 去進入加南地 繼續他的工作 也有聖靈充滿 然後大衛 當薩摩爾高立大衛的時候 薩摩爾記上16章13節 從那日起 耶和諾的靈 就大大感動大衛了 大大感動 有些人大大感動 未必是充滿 其實聖靈充滿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你跟神有物質關係 即聖靈就是神 三位一體的真神 即祂在我們裏面 祂感動普通人到一個程度 他感動的那麼多 不就是更充滿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都是在這個scale 即是耶穌就無可限量 我們每一個人有一個 不同的程度 但我們渴求的是 更被聖靈充滿 這個講到 大衛在那天開始 就大大被聖靈感動了 然後呢 這是不同的例子 基電 其實有不同的例子 不過我選一些出來 《詩詩記》6章34節 爺爺的靈降在基電身上 他就吹降 然後那些人就跟從他 《以賽書》內一章一節 很多時候我們選用這些經文 講到聖靈臨在我們身上 我們可以醫治安慰 但這個人 我是誰來的 已經在耶穌身上 但講我是誰來的 這個 《以賽亞》 以賽亞自己有沒有經歷這件事 有 那他講的是我 主要是靈在我身上 即是在 以賽亞身上先 又在耶穌身上 也都是在我們身上 所以以賽亞都有 《以賽亞》書寫了一章五節 講到耶穌的靈降在我身上 對我當說的話 其實你看看《以賽亞》書 是最多講到 其中講到聖靈工作很多的 將它拿來拿去 帶去哪裡 很多很多各樣的工作 讓我們看到 神所用的人 很多都是有聖靈的充滿的 然後到耶穌的時候 《以賽亞》 《以利沙伯》 《撒加利亞》 都是被聖靈充滿的 《路加福音》一章十五節 《以賽亞》 他從武福 哇 有些人說 他都未懂得 說信耶穌 在那肚裡面 怎樣可以有聖靈充滿呢 其實神的工作在人的身上 根本就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神職來的 神可以就臨在他身上 他在武福 就已經被聖靈充滿 即是神可以這樣做功 當然 我們大部份的人 就不是這樣的 但他是由武福 已經被聖靈充滿 然後《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一節 就是當馬利亞 一向以利沙伯問安 他懷的胎就在腹中跳動 即是他在腹中立即有反應 一聽到馬利亞的聲音 他裡面就已經有反應了 即是說 聖靈立即感動他 接著以利沙伯又被聖靈充滿 你想想 馬利亞一句說話 以利沙伯和詩一樣 都立即聖靈充滿 那你說 馬利亞有沒有聖靈充滿 他的一句說話已經帶了能力 所以 那些人說 哇 對耶穌說 那個懷里胎與讓你那個有福 因為他一直抬著耶穌 耶穌一直在他裡面 哇 他經常都有聖靈的大大的充滿 但耶穌說 是 卻還不如聽我話而遵行的人有福 即是說 聽耶穌的話而遵行的人是有福的 我們想到其實這個很大福氣 原來跟神有關聯是很大福氣 希望我們大家都很渴望 其實你越看聖靈充滿 越看到神的工作 即我一路 現在又在看啟示錄 看到天上那種敬拜讚美 看到天上那種美麗 那種榮耀 講到 譬如開七 第七印的時候 天上就正直一 正不了的 然後呢 就露出天上的藥櫃 即講到神那種 同在的那種能力 講到神的同在的那種神的大能 而我們今天是有這個聖靈的能力 是一個很特別 即是神可以使用我們 雖然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的同神關係影響 神的工作 但是呢 始終那個主權在神的身上 所以有時有些人 聖靈不太大充滿 神都用的 但最好就是 我們時時都被聖靈充滿 就隨時被神使用了 接著呢 盧家芳一章六七節 而撒迦利亞呢 亦都是被聖靈充滿 我們看到的 聖經裡面真的很多人 都是被聖靈充滿的 然後講到耶穌 都是被聖靈充滿 然後帶著能力行神跡的 盧家福音三章二十二節 就講到聖靈講在身上 好似甲子 是不是一隻甲子來的 不是 是好似的 為什麼好似呢 是不是有嘴有翼呢 是不是有嘴的呢 有眼呢 應該可能就像一隻甲飛的方式 是不是 可能好像一隻甲飛 飛到他身上 就是一個似的 應該就不是只有眼仔 有一個嘴仔 就是好像一隻白甲那樣 而是 好像一隻白甲飛下來 然後 盧家福音四章一節 就講到耶穌被聖靈充滿 接著他就去 受試探了 哇 為什麼聖靈充滿 又要去受試探呢 因為這樣他就聖過魔鬼了 聖就幫助一切被魔鬼 試探的人都能夠得勝 然後 《士特人傳》十章三十八節 就講到神 如何以聖靈和能力高拿 阿瑟良耶穌 叫他能夠 醫好犯被魔鬼壓制的人 因為神與他同在 這要講到 聖靈能力高他 即是等於什麼 神同在 其實就是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跟神密切關係的時候 就會有神跡歧視 大家都會見到 其實 你越去走你就越見到 那你可能說 尤其師你真的很多 你走都會有的 其實我就是夠膽 一經年聖靈充滿 我第一次開始 我以為要等很久 因為那時我剛看了 新班尼的那本 《祖安聖靈》 祈禱一年 我打算祈禱一年 然後才開始為人祈禱 怎料剛剛有個教友 他就說去到聚會 他就感覺到邪靈 他又不夠膽出去 他就叫我跟祈禱 然後我跟他祈禱 他就告訴我 感覺到聖靈的能力 還有 當時在這裏的人 都感受到聖靈的能力 我就開始為人祈禱 開始為人祈禱 就逐個逐個祈禱 整個教堂的人 我都邀請他 去完聚會 去祈禱 那就越來越多人經歷了 越多人經歷 我開始在神樂園 又為人祈禱 我去到哪裏 我又跟他講 問他想不想 我又為他祈禱 我又去宣教 我又試試為人祈禱 而且不單止祈禱 我帶那些人 全心相信耶穌 耶穌就在祝福你 阿里路亞 然後很多人一起聖靈充滿 原來當人越放的時候 聖靈充滿就越強烈 就很多人經歷神的工作 就讓我看到 原來我們可以帶著 神的能力 可以做很大的工作 你都可以的 我為甚麼不同呢 就是我夠膽 我不怕死 不停出 總之有機會我就去做 這樣的時候 我就發覺神的工作是很強的 其實我去過不同的地方 亦都可以說去過不同的國家 我去過不同的人 去過很多的聚會 帶領聚會的時候 我都發覺 有些去到教堂 很多年的人 在祈禱之中 都會得釋放、得意志、得安慰 就是神都可以使用你的 甚至為全道人牧師一樣 他會得到釋放、安慰、意志 神都可以使用你的 初期教會的執事 都是要被聖靈充滿的 四樓轉六章三節 他們執事的時候 是負責甚麼的 負責 派飯 起初是負責派飯 怎知道後來他們 不做他們派飯的工作 開始做全道 但起初選擇他們派飯 但是派飯的時候 都要選擇被聖靈充滿 智慧充足的人 但今天很多教會 選擇執事是沒有這個條件的 但其實神的心 是做甚麼 都是有聖靈充滿的 你要查過聖靈的靈 全本聖經查 你會發覺聖靈的工作是很多的 即是在聖經各卷 我們都會看到聖靈的工作 我們就說 其實我們是需要聖靈的工作 我現在在這裡看回 為甚麼我看回這裡呢 給大家看看 就是聖經的例子 聖靈充滿是神的模式 第一就是做聖靈的物件 七十個長老和摩西一齊帶領以色列人 約書雅 大衛 其實是蘇羅一樣的 蘇羅都是一樣被聖靈充滿先的 基殿 以賽亞 以西傑 施洗約翰 馬利亞 以利沙巴 撒加利亞 耶穌本人 初期教會和那些執事 都是被聖靈充滿的 好了 聖靈恩高的聖經例子 就是這種這麼強烈神同在的例子 在舊日和新日都有的 三位基上十章五節開始 直到 其實那項經文直到十節 三位基就跟蘇羅說 他說你去到這個地方 就會見到一群先知 他們在鼓失擊鼓吹笛彈琴 即是一路就音樂了 應該在那裡敬拜讚美 然後呢 又個個受感說話 即是一個聚會 一群人就在這個聚會裏面 在這個聚會裏面 他說耶穌的靈就會大大感動你 神的同聚就會大大感動你 原來在一群人一起聚集討告的時候 其他人來到都會受感動的 有沒有聽過有人去到報道會 從頭不信的 怎麽知道聽到詩歌或聽到廣道 都不知為何在那裡哭了 這就是聖靈在這個聚會裏面動工 這個東西我們看到在傳統教會都有 這個經歷都有 即是說原來當基督徒聚集的時候 他們投入 因為報道會通常是投入一些的 有時投入過一些崇拜的 於是聖靈的工作就強了 在這個時候就會看到那些人 在這個聚會就被神的靈感動了 他們都莫名其妙的 那麽就受感說話變為新人 就講到這個聖靈的聚會 還有他說你要趁時而作 因為神與你同在 即是在這個地方神與你同在 那麽我在這裏就講出 神的三種程度的同在 一種就是無所不在 神無所不在 第二種就是神在信從祂的人心中 第三是神在聖靈充滅的人心中 那麽我想問你 最初是聖靈叫聖靈叫聖靈叫聖靈去的地方 是不是去到時代一個地方 你就會被聖靈充滅呢 不是的 是去到哪裏 是不是時代找一些信的人呢 第二種信從的人是不是 時代找一些信從的人呢 都不是說 是找一班聖靈充滅的人 在他們當中 即是說這個神同在 神同在是有程度的 這裏所講到的 神與你同在是講到一個強烈的同在 在這裏我們可以達出一個教義 聖靈的同在是有程度的 神的同在可以加強的 在何時加強呢 當祂一路敬拜讚美 一路是受感說話 祂的受感說話是什麽呢 在原文就是說語言 一個方面可以說語言 但是說語言有時 通常我們會覺得 A對B說語言 說一些語言 他們每個一起說語言 那是什麽意思呢 有可能他們真的 每個都在宣說神的說話 也都可能他們每個都在說謊言 即是聖經新約所講的謊言 都未定 我們不知道到底他們是怎麽樣 但起碼一定是說神感動的說話 在這班人這樣的情況 聖靈就大大動工了 所以我們去到宣教 我們禮拜六的時候 一開始敬拜 他們立即開始感動 這個情況我是多次見到的 我試過一次 在一個教會 那個傳導人跟我說 他說 我們都有不同的教友 去參加聚會經歷聖靈 聽過這件事 他自己也有些少許的經歷 他說 不過他們大部分人都不是很習慣 那你就不要那麼激 其實我就可以很溫和 都可以的 一樣有激 又可以 溫和又可以 那我說 不如先敬拜 我解釋給人聽 我敬拜是怎樣的 就是愛慕神 不只是不得了個窗字 愛慕神 我開始敬拜了 在敬拜 怎麽知道他們是 好幾個就一直哭了 一直受感動了 即是說在敬拜的時候 神的同在就會加強了 所以我下星期開始 我們就會敬拜之後 就有服侍其道一套神 更強烈的臨在 這個就是神的同在可以加強的 大家家裡也可以 經常在那裡讚美神 一直在那裡感謝神 愛神 神的同在在身上就加強了 所以你家裡就不要看那麽多電視 你就一直播放那些詩歌 一直讚美神 或者你用心靈一路去感激神 好了 接著三語記上十九章 就更加解釋到這群先知是甚麼 是甚麼先知 他說 蘇羅那時就犯罪了 有些人說 那他有聖年充滿 為何會犯罪呢 其實聖年充滿精語 信主一樣是沒有擔保的 有些人信主一樣可以離開神 經歷聖靈一樣可以離開神的 那他就要抓大衛 他疾到大衛 那去到 第一個人去 見到一班先知在那裡受這麽說話 薩姆爾在那裡做甚麼 監管他們 即是他們是薩姆爾的誰 學生來的 即是這班就是他的先知門徒 那那個去的人 又受這麽說話 就回頭了 沒有抓大衛了 接著 第二次又是這樣 第三次又是這樣 最後蘇羅自己又去了 最後 最後三行那裡說甚麼 神的靈略感同 一路走一路說話 這又是一個聖靈恩高的聚會 即是那些人想攻擊他 結果都不成功 這又是一個聖經的例子 另一個例子就是以塞亞 以塞亞能夠說出 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就放膽講論神的道 即是四年充滿就不是只是充滿的 很重要是要動的 神給我的託父 我一信主 我已經很想全福音 和建立人的生命 所以我一四年充滿 這件事跟全福音 和建立生命有甚麼關係呢 那我開始怎樣呢 因為在教會經常都為人按手祈禱 那我說有些未信的 我又試試為他按手 他有經歷 我看到他搖 看到他有感動 我問他有沒有甚麼經歷 他說有 那我就用聖經解釋給他聽 這個聖經所講的 平安 喜樂 輕鬆 釋放 醫治 接著我就說你想不想耶穌祝福你 接著他就想 那我帶他去信耶穌 這個就開始 我經歷《聖靈報道法》 就是由那時開始 我一有這個聖經充滿 就用全福音 和建立靈命 我也試過 有一個人說我不認識的 我去到為一個人講邪靈 也是不認識的 因為有另一個傳統人說 他去過他教堂的人有邪靈 他想找一個出名的牧師 我說如果你找他 就有一段時間都找不到 不如我今天和你去吧 我立刻和他去 去到醫院 他最初真的完全失控 他站在那裡 啊 啊 有一個狀態和他祈禱的時候 又說不到祈禱 說不出來 但是和他祈禱 他就釋放了 他有一個其中一個朋友 來到我和他祈禱 祈禱我說 他在那裡搖 我問聖靈的能力在他身上 你投入一點 這個很明顯看到聖靈工作 投入一點 他立刻開始起落 那是電梯口來的 在那裡笑笑得很大聲 笑了整五分鐘 接著開始哭了 哭了更久 我估計是有20分鐘的 哭了很久 哭了又笑過 那他開始就回教會了 開始他對神就毀身了 後來現在是做了宣教事的 就是興起人 我覺得 因為大聖靈有兩個部份 就是傳呼音和凡我所吩咐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發覺 以前我興起人是很難的 我未聖年祝福之前 帶過很多人信主 不過 興起他們侍奉是很難 以及興起他們愛主是很難的 但是現在是快很多的 因為當他經歷聖靈 告訴你 你都可以祝福人 聖靈這麼真來到身上 你都可以幫你周圍的人 有很多人是願意的 我都希望你願意 你願不願意 願意 哈利路亞 那有幾個可以去得短孫 這個短孫的群組 神是很dependable的 你一呼求祂 愛慕祂 祂一定來的 這就是我們發現的東西 神是一定來的 神是不會不來的 神是不會遲到的 當你愛慕祂 祂一定做功的 OK 你繼續舉起手 我繼續說 好 祂說完名字 剩下名字 你就可以放下手 我們就加你入個群組 加你入個群組 好了 彼得的恩高真的非常強 其實當我們講了 彼得的恩高強的時候 就是講神的同在 這個東西是可以離開的 其實重點不是這個人 不過就是在他身上 神的同在 不是代表 這個人很厲害 那我們就看這個人 其實不是看這個人 是看神 在這裡講到什麼呢 聖論主義五章十五節 他的影儀 那些人將病人抬在街上 或者得到他的影儀照在神的身上 那很多人來到 傳到得了醫治 就是很多人在路邊已經得醫治 那這個聖靈的能力 有些人就覺得真的很神奇 但是其實我是見過不同的次數 我們中間 美青也說過 他在說話的時候 美青 他說他都會感受到聖靈的能力 有些人是會容易感受到的 我另外也在有些聚會 他有些人 他又是 我一說話 他就會感受到聖靈的能力 那這個是 就是說 是有距離的 就是可以有一個距離 都可以經歷到聖靈 那我也都曾經操練過這件事 因為我有成年多 是每天 由上午至下午 有一個聖靈充滿的祈禱會 那我們什麼都試過了 正面祈禱 側面祈禱 後面祈禱 按手祈禱 不按手祈禱 按哪個部分 什麼都試過了 其中一件事我們試過就是揮手 我們發覺真的 就是有些人特別敏感聖靈 一揮手的時候 一揮手的時候 在那一陣子 他就會感受到聖靈的能力 這個又看得到 就是原來在我們身上 帶著聖靈的能力 所以我們 越是多親近神 就是神的同在 就會祝福你的家人 在辛巴黎那本書 講到這個 《祖安聖靈》 是說到他在他的房間 祈禱很長的時間 他出來的時候 他家人 是感受到那種能力 他說他試過出來 他媽媽居然站不到 整個人撞在那棵牆上 就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 但是最重要是他的改變 其中有一個報道家 他比較肥的 他坐飛機 他說他坐飛機的時候 他肥了 走過那些通道 空姐就走過 然後他 當然是擦到 擦到他 然後那個空姐就 很感動在那裡哭 應該就不是說 碰到那個 肥的報道家 所以不哭 而是聖靈的同在 是臨到他身上 寶羅接觸的物件 在洩蘭院十九章十一節 在寶羅身上拿的手巾 或是圍裙 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 我也有一個機會 見過一個人 就是去報道家割培里 他說他以前去過割培里那裡 他就怎樣發生呢 他就有個腰骨歪的問題 很辛苦 很痛 那時候割培里來 那些人就拿手巾 去給他祈禱 祈禱拿回家 接著放在他身上 他真的痊癒了 誰知道那幾天 有個和尚來到他家 叫他放在神主的位置 接著放在神主的位置 他的病又回復了 回復了之後 他又不懂得找基督徒 我見他的時候 他是駝背 不過後來他也信了主 但是他的病就沒有痊癒了 這個就是很可惜 但是當時他的確 他告訴我 他是經歷到 那個手巾放在他身上的時候 他就得到醫治 就是神的能力 可以透過物件 所以有些人會祝福一些油 或者一些物件 放在病人身上 當那個人不來得到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方法 然後我們看到 除了他們是 他們是仕徒 宣教士 司提反 他只是執事 只是管理飯食 他在民間行了大歧視神跡 這裡沒有說他聖年充滿 不過趕了選七個執事 都是聖年充滿的 所以他也是聖年充滿的 另外一個就是肥利 肥利 他去到薩瑪利亞 那些人看到他所行的神跡 因為他在趕鬼時 鬼大聲呼叫 在他們身上出來 很多癱瘓的渠腿 都得了醫治 第一他的神跡 帶了那些人信主 然後第29節 他又聽到聖年跟我說話 聖年對肥利說 你去貼近那個車 向埃提亞伯的太監傳道 傳呼聲 他就向他傳道 跟著跟他施洗 施洗完後 再加了一些說話 我們很多人就很難明白了 主的靈 在赤倫院8章39節 主的靈就把肥利提了去 那個太監 看不到肥利 一樣那麼開心的 繼續走 後來在亞索都 有人遇見肥利 這裡說到這個 就是整個人被聖年提了去 有些人就覺得 真的沒什麼可能 第一 就是聖經以西結書 是有說這件事 第二 這個是經歷 現在都是有人 有這些類似的經歷 在網上 我都見到一個 Sid Roth S-I-D 然後R-O-T-H 如果大家懂英文 可以上網去YouTube 找Sid Roth 如果你不記得 就是找Sid 都找到的了 S-I-D 你會找到它了 Sid It's Supernatural 那麼他呢 講到呢 有不同 有一個 就是起碼有一個例子 是這樣的 他是有一個人 他那天就在一個地方 但是同時在另一個地方 有人又見到他 還要祈禱 還要經歷聖靈 神是會做一些奇妙的事 王全道上到天堂 你都見到一些人 他在世上活著 但是他的身體 都上了天堂 又落回來 神在這個時代 是有做這樣的事 可能有些人聽到 覺得這個太不可思議了 正如這個聖經 可能有些人都很難相信 但是不要緊的 你想先接受到 聖靈的普遍的工作 神職性的工作 然後你才慢慢 這個部分 其實你未發生 你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你都沒見到這件事 直到有一天 忽然間 可能我們中間有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那你就分辨了 有一天 其實我們有信心 可能有一天 忽然間 老師講講一道而已 因為他不見了人 他不知去哪裏 他說不要緊 他當然去了天堂 因為他去了哪裏 明天回來 Mandy 先頂著 Steven 先頂著 先回來 先我們看到 就是肥利 司提反 保羅 彼得 初期教會 還有舊約的 以賽亞 還有薩摩爾 還有那幫門徒 也有大衛 都是在聖靈充滿的恩高的服侍之中 好了 難了很多驚徒 在聖靈恩高中運作的原因 為何那麼多人沒有呢 第一 沒有保持聖靈充滿 只是經歷 經歷一下不代表你是聖靈充滿 你要保持 每天保持 其實聖靈充滿是什麼呢 是一個高度 跟神密切關係的一種關係 是高度密切關係 不是你說 按手吧 你就得到的 是一定你付出代價 是一定處理生命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放下自己 你不放下自己 你是不會聖靈充滿 你不放下自己的時候 你會受到傷害 其實人轉為自己身上 就一定找到傷害 你找不找到 一定找到的 但是你轉為神 你就說 無所謂 又不死得 我們個個都沒有村沒有難 你們又沒有村又難 沒有 個個都很輕鬆 很開心 胖胖伯伯 是吧 所以呢 都沒有那麼大問題 都不死得 當你這樣看的時候 真的不死得 如果你去到印度 哇 印度的人那麼窮 他見到你 哇 你那麼胖胖伯伯 穿得那麼漂亮 你都很慘嗎 他會很不明白 你們很慘嗎 我們去到那些人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們真的應該是不慘的 但是呢 有些事情 我們就很放在心上 很介意 就很慘了 善年聰是一個 高度和神的關係 沒所謂的 他罵就罵一罵 罵完在空氣中消失 沒所謂的 不要緊 有些說話在空氣中消失 他沒有做好他的本法 是他的問題 他將來要交上 我就還會做回 有些人說 很不值得 我要做多一點 神會紀念 神會祝福你的 所以你這樣的時候 你做多一點也不要緊 被人說也不要緊 別人拒絕你也不要緊 什麼都無所謂 你想一想 你們 如果有一天要受迫伯 你會不會堅持信耶穌 我想問你受迫伯辛苦 因為你現在受的苦辛苦 但是那種迫伯 夠不夠將來的迫伯辛苦 將來他的迫伯又打 又踢又罵 又坐在牢那裡 你現在又沒有那麼辛苦 沒有 沒有那麼辛苦 那你們說 都不是很辛苦 那他將來都可以接受 現在都可以接受 其實你不介意 唉 有什麼所謂 不死得 那你就沒有所謂 那你處理生命 你都能夠愛人 經常愛神 經常喜歡神 經常都深信 神其實很疼我們 你信不信 神真的很疼我們 神真的很疼我 這樣祈禱就容易 有些人祈禱又怎樣 神啊 你在哪裡 快點來吧 我不行了 經理不到的 不用這麼想的 唉 耶穌 你正在服侍著我 你現在黑文革 唉 耶穌 你在服侍著我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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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心烏溝 就想著耶穌 唉 唉 放鬆的 整個月會放鬆的 很簡單 神就使用空氣可以釋放你 阿里 女人 好啦 開眼了可以 每一次你都很享受 你每天都是這樣的狀態呢 不要緊要的 沒所謂的 你就會看到其實我們的生命 你想一下 你一個星期 如果一個月出一兩次短孫 你一路到你離開世界為止 你出了多少次呀 一個禮拜一個月出一兩次 你可以一次出去祝福多少個人呢 起碼都不止一個啦 是吧 哇 你算起來算起來 將來上殿堂 給你祝福的人是很大班的 是非常大群的 所以你趁現在有機會 你有機會你就告假 跟著你去點宣 跟著你自己去做了 你不是一定要跟我的 就你的時間 你就在家裡請人吃飯 請人吃什麼東西 年糕啊 新年的時候吃年糕 請你來吃 跟著跟他聊一下 關於你的經歷 跟著呢 我跟你騎一肚 好不好 有些人就很害怕這次 他不肯那怎麼辦呢 跟他聊天先 聆聽他 關心他 然後聽到他的困難 他說我都試過 或者有人都試過 但我真的經歷神很大的幫助 你想試一下耶穌祝福你 那你首先你在基督徒中試過 跟著你說要祈禱 咦 行的 他有經歷 那你就開始看到神的工作 這裡有幾個人試過你為人祈禱 他經歷到聖靈的 請你舉手 都有很多個 其實你一小組一會兒可以操練了 那你操練習慣了 你就會發覺 如果你一個月可以祝福幾個人 加上很多個 是不是 你的賞賜是大的 並且你越做越大 將來呢 你又訓練人了 是吧 阿里多人 很多人就是沒有保持聖靈充滿 所以做不到 第二呢 住不在自己的困難 沒有心幫人 唉 我很慘 其實有衣有食就當之足 是吧 被生命的問題難助 很多經常看著生命的問題 缺乏怜悯的心去祝福人 其實很多人比我們慘過很多的 我們怎樣慘都不及 很多人慘的 很多人就算有耶穌 他都很多重擔的 還有對聖靈不開放的人影響 我們周圍有些人不開放 他們說兩句 他們就說 你這麼瘋狂的 你這麼快這麼投入的 要不要舉手 拍掌 馬上不敢 給他們影響 不敢為人祈禱 這就是受了他們的影響 其實要不要受到他們的影響呢 是他們缺乏信心 他們沒有跟從聖經的教導 我們應該跟從聖經的教導 沒有理由強一點 那個比弱一點的影響 但是很多人就是這樣 給弱一點的影響 反而給他 好像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其實不是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個個性命出門 第六了 沒有膽量和沒有信心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不夠膽 怕著沒有經歷 其實不要緊 你以為我為人祈禱有沒有沒有經歷 有 不過我不介意 面懵我這樣就算了 沒什麼所謂 當沒事 不要緊 面懵是不能死的 這樣你就不介意 放膽去做 還有一件事我做的就是問 為什麼我去問呢 請問你在祈禱中有什麼經歷 因為你不問祈禱祖 他是很感動的 不過一會兒他走 他不記得錯了 所以一定問他 他說真的很感動 真的感覺到能力 感覺到醫治 立即告訴他 神在你身上工作 神這麼討厭 你想不想耶穌有祝福你 他說想 然後就帶他去信耶穌 如果他是基督徒 你可以這樣經歷 神都可以這樣使用 你祝福別人 你想不想 那你就激勵他 興起他 我就是這樣興起人 去侍奉主的 第七 有些人就是 其一套沒有力量 就放棄了 都是牧師搞定了 我都不行了 將來你審負的時候 神說 你有沒有祝福人啊 我牧師做完了 是不是牧師做了就可以呢 是每個人自己交象 所以呢 不緊要的 失敗不緊要 失敗乃成功之母 OK 好了 怎樣進入聖靈因高的侍奉呢 第一 處理生命 一定生命的問題 如果你天天都不開心 你一定要處理 由早上起床 就是感謝神 哈利利亞 哈利利亞 放鬆自己 天天都是這樣 狀態 經常處理生命 是享受神 和愛慕神 這兩個有分別 享受神是領受的 耶穌愛著我 這些說話 你跟我說 啊 耶穌在愛著我 耶穌跟我一起 耶穌在我前後環繞我 你按手在我身上 你體重我 你祝福我 你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 有你真好啊 哈哈哈哈 這些是全部講神的恩典 是領受的 愛慕是甚麼呢 是我們發出的 是屬於戒命的範圍 一個是恩典 領受的 是神出於恩典所做的 白白的恩典所做的 然後呢 我們做的就是 愛慕神啊 我愛你 有些人覺得很難 口說就行 心發出外很難 我們愛神不只是口說 是心發出 啊 將那些愛湧向神 這個需要操練的 多謝耶穌 起碼第一件事做的 重點是甚麼呢 喜歡神 喜歡神 喜歡神已經是最基本的 最容易做得到的 的禱告 整天都在這個狀態 你整天都喜歡神 你自然有力量的 時時在四年充滿的狀態 那這個就是進入四年充滿的 最基本 一定要自己每天都經歷 如果你沒有經歷的 我們願意為你再祈禱 再祈禱 他幫助你 你自己都時時祈禱 第二 留意聖靈對自己說的話 另一個就是啟示聖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聽到 神的聲音 第一個是指出罪 有沒有犯罪的時候 覺得不舒服 你怎樣扯都扯不掉 你說 有很多原因 我要這樣騙他 但是 一直告訴自己 很多原因 但是心眼是覺得不舒服 有沒有試過 有些事是很想做 不過呢 神一直告訴自己 是不對的 那心眼 是很難的 做生意很難不騙人的 一直告訴自己 但是呢 心一直都很不舒服 這就是聖靈的聲音 他會一直跟你說話 聖靈是很 煙韌的 他一直跟著你 還有聖靈的帶領 感動你 感動你去做什麼 有些人說 看到Youtube 在聖靈感動 在那裡求神 然後看到我的影片 就跟著來了 這個就是聖靈會給你的感動 帶領 去不同的帶領 指示你做什麼 還有呢 或者指示你其他人的需要 和狀況 和你的前路 你想知道你的前路 你一定要走第一步 有些人呢 就最主要找先知 先知告訴我 先知說 你呢 將來會祝福烈閣 很開心 很開心 最好是嗎 你出去做完 跟著你再做 你做做一下 就會做到烈閣 只是先知告訴你 未必你會做到 你一定要走 一定要走出來 好了 第三 操練為人禱告 和按手禱告 還有呢 就是服侍 這個先知性的 知性 你說明你現在還沒得 不過你試一下 領受的意念 你就會說出來 問問對方 這是不是準確的 你去操練 第四 放膽踏出去 宣教和參與服侍 有些什麼服侍 什麼都參與 宣講又參與 輔導又參與 各樣都參與 第五 放膽為周圍的人 按手祈禱 就是周圍的人 因為宣教容易一些 因為那些人不懂的 然後呢 快點認識的人 第六 在任何事奉 都先被四年充滿 譬如一路講信息 一路四年充滿 在這個狀態 譬如我一路講 我一路想著耶穌 一路享受神 一路不介意 不介意 即是那些動作啊 那些聲音啊 和普通人講到不同的 不要緊的 無所謂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有個輕鬆的心 之前我講過 現在我很簡單 很快講完 要四年充滿幾樣東西 第一句就是 讀紫色的那些字 行換罪 求主赦免 離罪 第一就是 和罪有關的 離開罪 第二 心愛相信和認論聖經 就是 很喜歡聖經 聖經真的有很多應許 很好這些 當你有信心看 但是呢 你現在經歷四年呢 你開始看法國是不同些的 第三 一起讀 信心 相信神肯愛我們 想充滿我們 信什麼呢? 信祂很愛我們 很想充滿 是神想的 神想多過我們想的 那我們就不會難了 第四 長時間用心靈敬拜和讚美 長時間用這麼長的時間去讚美 神就會祝福你整個生命 首先就用魂 魂包括什麼? 思想 意志 感情 感情 思想就是完全 思想圓形同聖經 意志就決意跟從神 第三就是 和神有強烈的感情 任何事情都是想到神的 什麼都是神給的 感謝神 我有手指弓 沒有手指弓 四隻手指 真的很難拿東西 感謝神 有手指弓才能脫樓 你用四隻手指脫樓是很難的 感謝神 我們有的一切都是很奇妙的 眼睛是會黑眼睛的 真是好 可以睡覺 感謝神 你就會和神有感情 神真的充滿愛的 然後呢 靈魂就是繁在我裡面的 就是我們的靈魂 所以在敬拜的時候 就試一下這個方法 哈 歷雷雷 哈 哈哈 你做一下 你發覺你找到一個位置 在怎樣的心靈湧出來 你裡面就會湧流不適 但是呢 你又不用很大聲 你可以學到像我那樣 不用一定要吵著人的 是可以 是一樣是聖靈湧流 不過如果你未曾控制到 你就照放了 心靈祈禱 可以用這個 渴慕 好像你渴慕 你想要的東西 如果我用一些具體的說話 好像有些單身的人 怎麼渴慕有戀愛 那你就渴慕神 神是會祝福你的 大使命 我就常願你同在 當你真是神想傳福音的時候 神就常願你同在 按手祈禱 是會帶來 聖靈的恩高 恩賜 和聖靈的充滿 和處理生命 求主幫助我們 活在聖靈充滿的狀態之中 好嗎 哈利雷雷 感謝耶穌 在聖靈充滿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猛地求聖靈充滿 就是怎樣 哈利雷雷在愛我 耶穌和我一起 耶穌照顧我 你這樣就已經一路 你會發覺 是不是那種平安已經來到 有沒有事 哈利雷在愛我 你越是一個開放的心 相信神愛你 越容易經歷聖靈充滿 愛你 血涱風 血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